作為委員 其實我們這麼講說 本身我們這塊的話是屬於機關用地 但是那個目前是區區 三個區塊這裡不再論述 然後基本上社會 社服用地的話 基本上是應該使用在 一整個福利設施這是沒錯的 事實上在整個福利用地部分的話 剛剛委員也看過很多的一些敘述 它裡面有太多項目了 在太多項目的情況之下 我想那個目前 裡面最大的意義 最大的意義還是說 一個空地 空地事實上是有做改善 但是還能夠更多一點 然後接下來 目前包括說日照前部分 我個人會建議就是說 樓層部分的話是不是可以降低 然後官員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那麼多福利設施怎麼處理 事實上 依照在95年主計畫裡面的時候 事實上是曾經有過 商業區部分的話 是可以做部分的 做部分的社會福利實施的一個使用 這應該是在95年 95年的主計畫的第七頁或第六頁 應該有這段的敘述 所以說假設說可以把部分的容積 應該說社會設施的一些容積的話 移到商業區部分的使用的話 事實上是可行的 假設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思考的話 事實上 今天的會議可以獲得 某一部分的滿足 那個 那接下來的話 是我剛出來的時候 是李明有交代 叫我一定要講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這一步 臺北市政府的 事實上是 它本身沒有執行能力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整體開發 整體的一個開發 那然後剛剛李明又叫我 叫我來請教那個設計單位部分 就是說 既然有那個 車道出入口 請問一下 它的排風是在哪裡 設置在哪裡 是不是有機會 在適當的地方 來顯示這個訊息 以上 謝謝 我們下面請標 第23號的陳彥宏 陳先生